那么这是查询的基本函数 然后我们下面再给大家往下看 我们上面讲的这些例子呢 我们去根据条件进行查询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写了一个条件 对吧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 假如说我有多个条件的话怎么做 那么这里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上面讲的这些查询条件 我们上面讲的这些查询条件的方法 那么这些函数里面可以写多个条件 就是我们的get filter a cloud 它里面可以写多个条件 就是通过传多个参数代表是多个条件 那么这些条件之间呢 它是一个且的关系 它是一个且的关系 那你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例子呢 我要去 看到吗 我们要查询这个阅读量 在这里面 我们先说这个 那么它呢就查询条件之间一个逻辑关系 比如我这里面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要查询这个 ID大于3 且我们的阅读量大于30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写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函数呢 传入多个条件 条件之间呢就是一个且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例子呢 你就可以这样写啊 之间的是book info啊 book info 比如说我要通过filter函数来查 就是objects.filter ID大于3 我就传一个参数 叫ID双向外线gt等于3 阅读量大于30 就是bred的双向外线gt呢 大于这个30 这两个参数之间代表的条件呢 就是一个且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直接拿到我们这边 去做一个 直接啊 我们在这边直接去查一下它 你在这边你看一下这个条件 是不是暗的 对吧 它就是暗的啊 代表且的关系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还有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查询ID 大于3 或者阅读量大于30的图书的信息 那么这个呢 我们的filter 里面写多个条件呢 它代表且 它就不能代表或 如果条件之间是一个或的关系的话 怎么做啊 你需要呢 去使用这个 Q对象啊 那么Q对象之间 可以进行这种与或非的操作啊 前提是 使用Q对象的话 你需要去导入这个Q类啊 导入Q类 那么这个类呢 定义在我们的models里面啊 models里面 那么把它导过来 我们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导过来 就是from我们的jango啊 点db点models啊 然后呢 导入我们的Q这个类 那么条件的话啊 如果我们说要 这两个条件之间代表且的关系 对吧 怎么做啊 你注意就这样做啊 把这一部分 把这一部分啊 把它包在这个Q类里面 就创建Q对象 把这个条件呢 放在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一部分呢 也放在这个里面啊 就创建Q对象 把条件写在里面 然后呢 这两个Q对象之间呢 它可以呢 用一个竖线 代表是一个和啊 代表是一个和 你这边你直接 一竖线就代表 这两个条件之间 就是和的关系 我们一敲回上 你就会看到这边 是不是哦 对吧 那你像上面的 这个且的关系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Q对象来做啊 两个Q对象之间 它使用这个 按的符号 代表是一个 且的关系啊 代表是且的关系 看门看到也是按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啊 你注意我们这个呢 Q对象啊 就是它呢 跟我们下面的这个条件呢 它是等价的 它等价的 但是我们一般 如果是且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于传多个参数 这样呢 比较简单一点啊 但如果是和的话 你就要使用我们的Q对象啊 Q对象 OK 然后啊 那么下面还有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要查询 ID不等于3的图书的信息 哎 我们用我们讲过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使用Acloud 对吧 那我如果要用Q对象怎么做啊 直接就是 book info 点 object点 filter 然后呢 我就创建Q对象 Q对象里面写上一个ID等于3 那么不是3呢 我觉得Q对象前面可以加一个波浪号 代表是一个非 哎 就是取反啊 非 你在这边一写 哎 是不是就转换成一个not 对吧 哎 这是这个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Q对象的一个作用啊 Q对象作用 那么Q对象呢 它就是用于我们条件之间的逻辑的关系 与或非的操作啊 这个Q对象之间 按的符号表示与 竖线呢 表示或 关乱号呢 表示非啊 表示非 OK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Q对象啊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哎 要再给大家说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F对象 哎 它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上面这些查询 我们条件是不是直接跟一个直进行比较 对吧 假如说我们下面这些例子呢 哎 我要查询图书的阅读量大于评论量的时候 哎 这是不是不是跟一个直进行比较了 两个处性之间进行比较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使用我们的Q对象 F对象 那么这个F对象呢 是用于类属性之间的比较 使用之前 你需要先导入我们的F 类啊 这个F类也在这个 model里面 哎 在这边呢 就是啊 直接呢 from我们的 将过.db .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F 那么我要查询这个阅读量大于评论量啊 图书的信息怎么写 就是bookinfo.object.filter啊 图书 图书阅读量啊 大于评论量 那么就是b.read啊 大于 大于后面写什么呢 创建一个啊 注意 创建一个F类的对象 然后呢 你要 里面写什么呢 我要大于评论量 里面我就写上一个 评论量这个类属于的名字叫做B comment啊 哎 就这样写 哎 这里这里面就代表这个阅读量大于这个评论量啊 前提是你要把这个字符算呢 把它放到这个F对象里面 就创建一个F对象啊 然后你在这边你一敲回车的话 你看它转换成的是不是b.read大于b.comment啊 对吧 哎 这就是啊 用于类属性基建进行比较 需要使用我们的F对象 然后再往下啊 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查询阅读量大于两倍 评论量的图书的信息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哎 两倍的评论量啊 那你要注意F对象呢 他可以呢进行这个算数的运算啊 如果是两倍就直接在后面乘以2啊 哎 直接就可以在后面呢 直接写上一个乘以2啊 乘以2 OK 哎 你看到最后床呢 是不是乘以2 对吧 哎 这是这个F对象啊 F对象 好 OK啊 哎 这是我们的F对象 还有呢 Q对象啊 一个用于类属性基建进行比较 一个用于条件 条件之间一个逻辑的关系啊 那么 然后下面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聚合啊 我们所说的聚合啊 那么 这个聚合的话 在我们讲这个 这个 Mindsicle的时候 我们说聚合里面包括这么五种 对吧 I sum 那么他呢是 求合 I count呢是代表这个 统计 对吧 I origin呢代表这个求平均值 Max呢求最大值 minin呢求这个 最小值 那我们 将构里面呢 你要使用这个聚合的话啊 聚合操作的话 你需要调用这个 I great I got啊 这个函数 使用它来进行一个聚合 那么聚合的时候呢 你需要 你进行哪一种聚合 你需要先从Models里面 导入相应的一个聚合类啊 导入相应的一个聚合类 那么 这个呢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啊 首先 第一个 查询所有图书的 数目 对吧 那么查询所有图书的数目呢 前提我们就是 先把所有的图书呢 给它 查到 然后呢 调用这个函数呢 进行一个 聚合啊 就是我们这里啊 直接呢 就是啊 book info 对吧 book info啊 然后呢 点 objects 点o 然后呢 点 aggregate aggregate 然后呢 进行聚合 那么我们现在这边 要进行哪一种聚合 数目 是不是counter 所以呢 你在使用之前 你需要把这个counter 给它 导入过来啊 就是在我们写这个之前 我们需要呢 先导入这个counter 聚合类啊 from 相过啊 dndb 点 models 啊 import 我们的 counter啊 这个聚合类 然后我在这里面查的时候 我就可以呢 直接book info 点 objects 点 filter啊 然后呢 这个 聚合 就是我们的 数目进行 聚合 对吧 这个里面呢 你就写上一个 创建一个counter对象 counter对象里面呢 你注意在这边你要写一个具体的类属性啊 你不能直接写一个星 写星呢 是会失败的啊 然后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filter啊 我们先查出所有吧 哎 查出所有啊 然后呢 掉用这个函数 agree agree 然后进聚合 里面写上counter 哎 counter聚合 里面如果直接写星的话会报错啊 看一下 好 回着 这里面哎 是不是出了出了这样一个错啊 那么这个你应该写一个具体的类属性 统计数目的话 我可以呢 对id进行统计 我就写上一个 id 那我这里面一回车的话 哎 你注意这边是不是聚合了 对吧 啊 这就是这个聚合啊 那么聚合函数的话 你要注意这个聚合函数的返回值什么类型 哎 它是一个字典啊 这个字典的件的名字 你注意它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你要知道啊 就是你对谁进行聚合 对吧 然后双向文件你进行的哪一种 聚合 哎 这就是它字典里面这个件的名字啊 这件的名字 然后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拿过来 哎 这个件的名字啊 你要知道它的一个格式啊 这个aggregate呢 返回的就是一个字典 它的返回的格式呢 就是这种格式啊 OK啊 哎 这是这个 然后呢 同样的啊 这个查询所有突入的数目的时候 这个点奥呢 你一样可以省略啊 一样可以省略啊 直接呢 就是把这个 点奥呢 进行去点啊 一样的效果啊 一样的效果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一起做一个啊 查询所有图书的阅读量的总和 那么这个要进行哪一种聚合 sum对吧 所以你要导入这个sum啊 就是from我们的 sanggo 点db 点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sum 好 下面 所有图书的阅读量啊 它呢 进行总和 那么下面我要怎么写了 booginfo 点objects 点 aggregate 对吧 然后呢 写上一个sum 阅读量的总和 里面写上这个 bred啊 bred 好 你这样一回车 它这里面就给你返回了这个结果 这个返回的建的名字就是bred 下方线sum啊 双方线sum OK 这是这个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聚合 我们所说的这个聚合啊 OK 那么 然后呢 跟我们的聚合相关呢 你注意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叫做我们的 count函数啊 跟我们的count函数 count聚合相关呢 就有一个叫做count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呢就是返回 哎 统计啊 返回你满足条件的数据的一个数目 那我要统计所有图书的数目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啊 我就可以直接 book info 点object 点all 然后呢 点count 点count 好 回上 哎 它是不是直接给我把这个数字返回了 是不是也是5 对吧 那么同样的啊 你如果是对一个表定的所有数据进行查询的话 这个点all你都可以省略啊 都可以省略 你就直接可以这样写啊 直接可以这样写啊 哎 点count的 哎 是不是也是5 对吧 哎 这是这个啊 那么这个count的函数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它呢 哎 反回值呢 是一个数字 哎 跟我们上面的这个呢 是有区别的啊 跟我们上面是有区别的 OK 然后呢 再往下这里面 统计id大于3的所有投入的数目 哎 这个怎么写 不可言访啊 不可言访啊 点object 好 下面呢 filter 对吧 然后呢 写这个id gt 等于3 对吧 然后呢 点count 哎 点count 这因为这不是针对这个所有数据 对吧 你要先进行一个查询 然后呢 直接 再点count 如果是所有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 object 点 看的啊 好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哎 你在这里面直接呢 把它 拿过来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里面 哎 看没看到这个是2 对吧 哎 是不是这个id 大于3 对吧 OK啊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哎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我们这些查询相关的 函数 那么这些查询相关的函数里面呢 我们说 哎 我们要给大家在这边啊 去做一个总结啊 做一个总结 那么 下面的这些啊 查询相关的函数 哎 查询 相关的 哎 函数啊 那么这个函数 查询相关的函数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啊 这个 首先 哎 讲了一个 get 对吧 哎 讲了get 啊 那么 get 哎 他是干嘛的 哎 对吧 哎 反回啊 反回一条 那么 反回 哎 一条 对吧 哎 反回一条啊 且 只能有一条 数据 对吧 反回值呢 是一个 对象啊 哎 是一个 对象 那么 哎 一个啊 对象 那么他呢 参数里面呢 可以写查询 条件啊 参数 可以写 查询 条件 OK啊 那么 再往下 奥方法 哎 这个是什么 反回 哎 反回啊 模型类对应 表的 所有 数据的 反回值是什么类型 反回值 哎 是 query set啊 反回值 query set 那么他的参数里面 什么都没有 对吧 他参数里面 什么都没有啊 那么 然后 再往下 这个 filter 哎 干嘛呢 反回 哎 反回 对吧 哎 满足 条件的啊 条件的 数据 那么 参数中 哎 可以呢 写查询条件 对吧 哎 参数啊 可以写 哎 查询 条件啊 那么 反回值 什么类型 哎 反回值 也是query 啊 反回值 哎 是这个 query set啊 query set 类的一个实际对象 然后 那么 哎 这个 之后呢 我们下面 还有一个叫做 exa cloud 对吧 他的东西呢 他呢 是 跟我们filter呢 刚好相反 返回的是 不满足 条件的 数据 对吧 哎 这个你注意啊 他刚好相反 他返回的是 不满足条件的数据 返回值呢 也是query set 参数呢 也可以写这个 查询的条件 那么再往下 就是我们这个 order by 啊 orderby呢 是 哎 干嘛呢 对查询的结果 对吧 哎 对查询结果 进行 排序 那么这个排序的话啊 返回值呢 返回值 哎 是这个query set啊 query set 啊 那么他的参数里面呢 写这个排序的 字段啊 哎 参数中 那么哎 写排序的字段啊 哎 写我们 哎 排序的 哎 字段 OK啊 那么他可以写更多个字段 对吧 代表你根据多个字段呢 进行 排序 哎 默认的话 他是这个 升序的 那么降序的话 你要在字段前面呢 加一个 减号啊 OK 哎 这是我们这几个按数啊 再往下我们刚刚 给大家讲的这些啊 首先 F对象 F类对吧 F对象啊 F对象干嘛的 好 哎 用于这个 类 哎 用于啊 这个字段之间的 比较啊 哎 用于我们 哎 类 哎 属性之间的 比较啊 哎 因为类属性之间的比较 哎 你需要呢 使用之前需要先 导入啊 然后呢 下面这个 Q对象 哎 他是干嘛的 哎 对吧 用于啊 用于啊 用于条件之间的 用于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啊 逻辑关系啊 语或非的操作 对吧 使用之前呢 也需要先导入啊 也需要先导入 OK啊 那么 然后 哎 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 叫做agre 个儿的啊 agre个儿的啊 那么他呢 那就是进行 聚合 操作啊 这个返回值呢 返回值 哎 是一个字典啊 是一个字典 然后 字典啊 那么 他里面 你要使用哪一种聚合的时候 你对啊 使用 哎 进行哪一种聚合的时候啊 进行 哎 聚合的时候 那么 需要啊 先导入 聚合类啊 需要先 哎 导入 那么 聚合 类啊 那么 你注意 我们所说的这些 F Q 还有这些聚合类呢 都在我们的 这个模块里面啊 就是from我们的 哎 将过 将过啊 点DB 点 猫豆子的 猫豆子就是跟我们模型相关的一个模块啊 他里面 哎 都在这里面 F 然后呢 Q 还有这个 哎 这些聚合对吧 哎 Sum 然后呢 写上一个 Count啊 Elrage 对吧 Elrage 啊 然后呢 Max 然后 min啊 这五种聚合类都在里面啊 这个聚合类你要注意啊 它类名就是这样的啊 就守这么大写啊 就守这么大写啊 OK啊 那么 然后呢 哎 后面还有一个跟我们的这个 Count 聚合相关的一个函数 叫做 哎 Count 函数啊 它呢 是返回 哎 结果集中的数目 对吧 哎 返回结果中 哎 结果集中啊 数据的数目啊 哎 数据的 哎 数目 那么这个的话 它的返回是一个 数字啊 返回值 那么 哎 是一个 哎 数字 OK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么几个函数啊 这么几个函数啊 这么几个函数 这里面几个函数呢 哎 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了一下啊 就是在我们这里面 哎 查询相关的函数 那么像这几个函数 如果返回是查询集的 你必须要知道啊 哎 哎 我们上面这些函数啊 你对啊 下面再来一个啊 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我们 对一个啊 哎 对一个啊 对一个 哎 query set 啊 query set 哎 对象啊 query set 啊 实例 对象啊 你可以继续调用上面的所有函数啊 好 哎 可以继续啊 哎 调用 哎 上面的 所有 函数啊 你就可以 哎 只要是返回这query set 你就可以继续点 get 点fute 点 Cloud 根据你的需求啊 可以呢 继续进行一个 调用啊 这是我们最后 给大家 强调的一个点啊 那个点 OK啊 那么哎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 查询相关的一个函数啊